就听明白了 人家的话给你翻译一下 我一个女人 我自己带一个孩子 我可以独立地过 我过得好 我嫁给你 我也得伺候你 经济上没有什么依赖 精神上没有什么依靠 那我凭什么跟你过日子呢 我就是想让他 生活里面 其实有一类人是特别可气的 他似乎占领了 所有道德的制高点 其实那心理拨的算盘 拨的是什么 你都不清楚 让所有的人都开心 把身边的人弄得是 痛不欲生 你尊重过他吗 我觉得我们夫妻俩是一条心 什么一条心 你跟人家一条心吗 我怎么不跟他一条心 你觉得他跟你一条心吗 我感觉他跟我不是一条心 得了 自始终他就向着他们家里人 他不是向着心 他不为我考虑 他心里就没有 那怎么可能呢 我要没有他的话 我怎么不选他呢 那谁知道呢 好骗呗 也不是 不是你弟弟为什么结婚要有房 你结婚就要没房呢 这点 矫情什么呢 这点我也非常感谢我老婆 他呢 他当时也没有什么要求 结果跟我结婚的时候 傻呀 不能说傻 单纯是 单纯 所以被你骗了吗 对对对 我跟你说 人可以欺负人 但是不能把人欺负成这样 每到家里有大事的时候 都瞒着媳妇自己做主 所有的好人都他做了 所有的苦都媳妇吃了 行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的里面 婆媳关系这一块 我不去提了 因为婆婆没有到现场 很多事情说不清 我就说说你们两个这个事 这个36万里面 按照哥俩来平均分的话 一家也是18万呢 是 按照继承法来讲的话 这里头有9万是你媳妇的呀 继承法是这儿 是吧 有9万是你媳妇的 她现在就要这个钱 不是 您听我解释啊 我不用你解释啊 你没拿我当自个儿家里人啊 因为有些媳妇嫁到婆家以后 有些是当自己人的 有些是当客人一样尊重的互相 有距离 但是彼此尊重 有些是当外人的 你们家这位呢 是干活的时候是当内人的 分钱的时候是当外人的 没拿她当自己人啊 这个钱里面没算她的 好 我就当没算她的 算你的了呀 你的这份钱就是咱俩的 你连说都不说一声 就给其他人了 如果说家庭条件 富裕 我觉得也情有可原 但是我连买一百多块钱的羽绒服 还不到一百块钱吧 不到一百块钱 几十块钱的羽绒服 都让你拿出来念 我好几年了买一件 几十块钱的羽绒服 都不行 十万块钱 你说拿给你弟弟买房子 就拿给你弟弟买房子了 这是当嫂子的矫情吗 这是当大哥的不懂事 而且我今天听您的表达 我觉得您挺侃侃而谈的呀 大学毕业对吧 表达挺好的呀 为什么到媳妇那儿就 我分钱的时候没跟她说 我叫弟弟到家里住的时候 我没跟她说 我觉得这些事 都不是太重要的吧 那什么是重要 但对于她来说 这就是重要的 一个女人嫁到你们家了 我想给自己 一个清静一点的空间生活 对我来说不重要吗 重要 您太太在家里面 这个排名啊 我觉得您把妈妈爸爸 放在前面 我可以接受 因为养育之恩大过天嘛 然后是您弟弟 再然后是您自己 然后才是他们娘俩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弟弟要去谈恋爱 所以我的儿子 可以不去上幼儿园 这件事情 如果我的小叔子 给了我足够的尊重 比如说到我们家以后 真的拿自己当个客人一样 该扫的地扫 自己的衣服 自己洗 我也可以拿出 我的宽容和大度 但是并没有 那个租来的空间 是你的家 也是你弟弟的家 不是他的家 我们并不反对人 为自己的原生家庭 长辈尽孝 兄弟尽疑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爱 分给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所以如果您不做出调整 您的家庭不做出调整 就像大姐说的 那他自己过也挺好的呀 你不怕吗 他今天到现场 他就说我不跟你过了 你不是有本事 弟弟结婚得买房吗 我也要 不然我就跟你离 你怎么办呢 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哥 我求他呗 你求他 你那过去八年 你是怎么对待他的 听您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 我讨厌太自以为是了 是自私 就考虑自己那 一亩三分地儿的事 根本就不为 您的妻子太太着想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就你们俩这个年龄 从劳动力上来讲 女士出去赚钱更具优势 她在家里一样的工作 给你们洗衣服 做饭 打散卫生 对吧 出去做家政 人家雇主给钱的 而你的年纪 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好找工作 明白吧 明白 所以自个儿好好想想 一会儿赶紧道歉 哄一哄吧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说把她娶回家 你哪是娶她回家呀 你把她带回家 当一个副属品 所以你觉得什么 什么事都不用跟她商量嘛 我忘了 我觉得不是什么重要事 在你的眼里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 跟你平等的人嘛 她是你家庭的一个 副属品 一台机器 就是给你生孩子嘛 否则你怎么可能 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呀 你们村里面 每一个人家的人都这样吗 你村里面每一个人的媳妇 都穿不上圆服吗 你呀 我跟你说两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一直欺负你 你要忍到今天 到这个台上来 还要在这儿听她说 你知道吗 她就无认输 老觉得我可以坚持 坚持下去就一定有变化 错了你知道吗 毫无改变的坚持 叫养成习惯 她现在就养成 欺负你的习惯了 所以你再怎么坚持 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所以你想要有变化 就得你自己做出变化 今天你到这儿来 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去产生一些变化 还是让她继续这么欺负你 自己想清楚 都用那么熟 прог宣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